《年轻弓》 《年轻弓讲》 2020年 天天在家呆了吧 就是 从家到工作室 两点一线 天天来就是瞎忙吧 现在是在屋里就主要就是 呆着 自己呆着 整个2020年就哪也没去 不知道今年接下来会怎么样啊 纽约那边的工作室 在那儿晃了一年 很多工作其实要做都推迟了 现在不知道今年能不能继续 其实最主要的在工作室 除了创作以外 最主要就是还是避免更多的社交嘛 我自己就是觉得没意思 就是我个人就习惯嘛 画画呢 它是我现在的职业 但是呢我尽量避免 不把这个画画当成就是 我的计时计价的工作 当然也不可能完全 就是回避掉这个问题 但是尽量地避免 就是你还是 把你的工作或者生活的 尽可能的缩小范围 尽可能的稍微封闭一点 那么你在这个小的范围里面呢 你得到一些相对的自由 做一些你自己 随着你心情来的事情 但它这也只是相对的 所以我们就是尽可能地呢 做到这样的一种工作方法吧 没有成下去 就是我还想要 这个前年开始画的 前年画的 去年没画 然后今年开始继续画 不知道完成到什么程度 你没有那个预设说 就是完成一件什么样的东西 不是一个任务 你就画来画去 你其实是一直在找一种 就是你直觉里的东西 它还不是一个文化层面上的东西 它是绘画内在的一个逻辑 是直觉性 就是你一张画你把它放大 其实它是一个很复杂的 就是绘画结构上的问题 它其实要考量 或者要调动的是 是很多面的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呢就是 它也有他们之间的 这个固有的逻辑性 你想这个 消解掉这种固有的样态 其实它是需要一个 需要一个很 很 怎么说呢就是 怎么说呢 不知道 想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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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要完成 就是根据它嘛 就是要再做三件主画 我想象呢 它就是 它这个题材就是一个虚构的历史 就是你虚构的 你想象的一个像史诗一样的绘画 都是一些凌乱的思路 我刚才说那个词的就是那个结构 我不知道说的准不准确 就是它的结构呢 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关系 这里面有统设性 那么我呢 其实想在这个基础上呢 就是创造一个多中心的 复合式的一个结构关系 就是你的作品大的时候呢 它里面的这个结构一定是 是个复杂的关系了 那么我们正常看待一幅画的时候呢 其实呢 是在读一个基本图像 比如说我们看一个 相对简单的一个图像的时候 它可能它不涉及到那么多的 那个结构上的关系 它有可能是一个单一中心的 一个事效 我呢 其实就是想营造的 其实就是一个复合式的 多中心的一个关系 那么这个关系可能跟 我们现在的生存状态也有一点像 也没有说当时就是想了 一定要画多大 反正就越画越大 越画越大 很多细节呢 或者很多素材 它在这个结构的这个链接上 慢慢就铺陈开 铺陈开的时候呢 它就形成一种新的关系 而这新的关系 有的时候是符合秩序的 有的时候它是 与秩序产生一种矛盾关系 但是这种矛盾关系也是 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年轻的时候比现在坚强多了 比现在笃定多了 我说当艺术家 我说我要考美术学院 我说当艺术家 我什么也不在乎 没工作也行 现在赶忙 你现在想的 都是各种各样现实的问题 更不同容了 那肯定就是年轻的时候从容吧 你二十年岁的时候画画 你除了身体好以外 你也不会想到那么多的问题 你可能更多的是感性的 对吧 有人说在荷尔蒙的 所谓的激情式的一种创作 但慢慢你 可能你过了那个时间段 你也会厌倦 一个人不可能永远就是 就生活在这个感性当中 但是太那个 太粉饰的也不行 那绘画嘛 其实天天面对都是这些问题 就好像人镜头里面 这个 无法掩饰的东西 绘画也是一样 有的想讨好权力的 有的想讨好资本的 什么样的都有 也不是说我就能做得到 但是我们就是尽可能的 就是安住在你一个 相对自由的状态上 自由自在嘛 你才有可能相对的真实 因为你失去了这种 舒适的自由的状态 那它就 其实就等于你失去了 一个真实的角度 画画呢 就是最怕的就是 盗帽上 就是害怕你的这个 拿你的作品 来撒谎 这个美呢 或者说形式美 它固然是重要的 但实际上它有一个大的前提 就是真 你要失去了真 那就别谈美 由真至美 这是个前提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要求一个就是 你画画的人 你要有一个相对独立的 相对自由自在的一种 散漫的状态 你作为一个你个体 你感知到了什么 那你就去自由自在地 大胆地去做 去画 就行了 也不需要被某一些 所谓的学术所束缚 那么绘画其实恰恰不是学术的问题 绘画是反学术的 它是一个你 你的一个个体意志的显现 你要用你自己的眼睛去看 你要用你自己的心去感受 好多美术学院刚毕业的这些朋友 就是来问我 请教我该怎么发展 比方说我作为一个画家 来一个比我更年轻的一个小孩 他问你 是应该坚守啊 还是服从于现实 你没法 你没有权利告诉别人 说你应该坚守 或者你应该指个现实 对吧 你又不是他 没有权利就是随随便便告诉别人 说你应该怎么样 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所以就是通常是回答不上来 我觉得就是我也没撒谎 我说我没法给你忠告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别人又问了 说那你 那当时你是怎么办 你是怎么做到的 我说我 我 我就没想过这些事 反正就稀里糊涂就过来了 真的 就是稀里糊涂就 就 你像来北京都14年了 就是稀里糊涂就这么就过来了 对吧 也没想过来 也没觉得怎么样 我自己觉得也没去真正地去坚持什么 然后也 就是自然而然 就是你天天干你该干的事 就是相对干你想干的事就行了 然后 然后有的时候实在有 有一些外界的干扰的时候 那就 稍微努力努力 如果实在抗拒不了 那也没办法 我觉得 那对于年轻人来讲就是 我觉得就是这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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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